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说 西方对俄施加制裁与战争无异 并指示俄政府两日内列出 对俄实施制裁国家名单 同一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 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将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 产生重大影响 普京5号在一场电视会议上说 正在实施的这些制裁近乎宣战 他指出 俄罗斯尚未开始反制 在航空领域对俄实施制裁的国家 将自食其果 另据俄罗斯费星通讯社报道 普京当天签署命令 要求政府在两天内 确定对俄罗斯联邦 俄企业 机构和自然人 实施制裁的国家名单 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就俄罗斯遭制裁回答媒体记者提问 他说不少欧洲国家 美国 加拿大 日本等国 对俄实施限制措施 但这不意味俄罗斯被孤立 佩斯科夫指出 世界太大 欧洲和美国无法孤立任何国家 更不用说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 他说 还有许多国家对外政策更加平衡 在应对国际关系动态发展上 表现得更为明智 而欧盟和北约国家对许多显而易见的事情充耳不闻 俄罗斯2月24号在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西方多国先后宣布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涉及贸易 金融 能源 航运等诸多领域 另据报道 5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声明说 俄乌冲突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已经非常严重 能源和包括小麦等股物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飙升 进一步加剧当前的通胀压力 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将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对其他国家也将产生重大的溢出效应 近期国际油价和国际小麦价格大幅上涨 纽约商品交易所4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已突破每桶115美元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 5月合约本周涨幅累计超过40% 自现代的通胀压力